什么是鸭腹感 这么多僵尸蜂蜂而上 把我给吓尿了 我说第三次的时候根本拦不住 今天来挑战横冲直撞关卡 这里面有二爷 赶紧球僵尸 气球僵尸 还有大棚车僵尸 这回我也是听了铁人民的建议 准备召唤霸王胶 但需要咬掉20个僵尸才能召唤 而且这关卡上来就是二姐 我用玉米狗 豌豆坚果 你还能拦住我 二爷报纸掉之后也太猛了吧 再来一个金盏蛇草 希望能拦住他 我去 这根本拦不住他 完蛋 我屁股还没坐热的 五路直接没了 什么垃圾电脑 再次挑战 我面前撑到第二包后面 咱们这些也大致成型了 真倒霉的五路 遇到胖猪将尸 赶紧球僵尸 这俩人在一起太猛了 我还希望用硬桃粘袋 把他给炸了 就小胖子也是一口就没了 完蛋又崩了 这次为了保证 前期可以高速稳定的发育 我选了双子向日葵 二爷的话就用土豆地雷来防他吧 干涉咱们啥都不管 专心种植向日葵 二爷又手当其中拿着报纸来串门了 土豆地雷给他安排上 而且土豆地雷贼便宜 真实惠 双子向日葵还能给旁边向日葵加速 种在中间又很不错 不过二爷要是没嗝屁 咱们正再开一局 给我炸 nice 这把咱们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因为各路都会遇到气球僵尸 所以尽量每一路都安排一个晶级射手 气球掉了 他们也撑不了多久 这二爷又来了 请他吃个土豆呀 爽 第一波僵尸来的时候 咱们的阵形已经成了三分之一了 这回我选的这个魔法连棚 实在是太给力了 他的魔法弹就像加特林一样 我缺点是发的距离有点近 大家在用他的时候 比他玩在靠近僵尸的一列 这次我们的主要火力 就是竹笋炮和魔法连棚 紧急射手也很实惠 他的攻击还能穿透啊 然后打到后面的僵尸 真不错 还有这个其实乌龟僵尸 在正面屋里抗性很高 但是咱们的重火力竹笋炮也不是吃素的呀 很快就能让他人一阳乌龟翻呀 就这样我撑到第二波 这时候我们的阳位已经很多了 双子献尸葵的生产力也是杠杠低 每一排都有竹笋炮 进击射手 都没把连棚 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前排呀 没有坚果拦着就很慌 所以就一直在等待坚果的CD 感觉等坚果时间太长了 四路还来大棚车僵尸呀 所以说我把后排的献尸葵 都换成竹笋炮呀 尽管我都这样委屈求全了 没想到还是损失的一个坚果 这一路又来一个特能吃的放坠僵尸呀 这家伙会吞噬低生命值的植物 来恢复自己的生命值 很难缠 不过阵型已成 咱们也不用咋慌了 都说物以细为贵 咱们也不缺阳光了 就是缺前排的坚果 所以最后一波坚车来的时候 我把后排双子献尸葵都给铲了 换成了竹笋炮呀 因为竹笋炮射程很远 所以尽量都安排在后排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行欣赏 这最后的决战吧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等待坚果的CD 来补充前排扛坐的坚果 要是有这个樱桃炸弹呢 偶尔炸一下大鹏车僵尸也行 其实我如果理智一点的话 别人把竞技射手 都换到这个坚果后面 但我实在是太懒了 而且咱们现在 已经没办法生产阳光了 所以还是保守一点吧 我去我的一路 没见过就很慌呀 现在就感觉 这僵尸战型是一个三角形 中间一排僵尸最多了 所以中间一路不能很快 按道理说 我现在应该很慌的 而且也没多少阳光了 但突然想到呀 这最后一波了 咱们还是有小推车保命的 这把就这样吧 咱们不至于完美了 能赢一句话 最后中间就剩下 这孤独可爱的坚果了 这上下的僵尸应该都能打得过呀 兄弟们加油啊 nice赢了 真不错呀